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卓小王子啊 那就是小米4c啦 这个开箱上手 那小米4c呢是小米4i的这个升级版 小米4i呢是小米在几个月前在印度发布的一款中低端机型 它用的芯片是骁龙615 那它的外观设计啊还是不错的 那在小米5迟迟未来之前 那小米4c呢就充当了一个过场客的角色啊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箱 那在开箱之前呢 我们再提几个小米4c的这个这个亮点 小米4c的亮点啊 第一个呢就是全网通 支持移动联通电信三网的4G 双卡双待 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电信用户的福音 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高铁模式 就是在乘坐动物车啊之类的时候 它的那个信号还是不错的 第三个呢就是边缘触控 实现双击呃返回上一级 以及呃边缘触控拍照之类的 还有点呢就是小米4c这次采用了活力层的这个包装配色 不像之前的牛皮纸啊 呃更符合小米4c的这个安卓小王子的定位 那接下来我们开箱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小米4c吧 哦小米4c对这就是小米44c了 那我们先简单看看外观吧 嗯第一眼看上去的话我感觉它的听筒很小啊 和小米4比起来真的是小了很多啊 那我们拿小米4来对比一下 哎你看小米4好像小了一半哦 而且在这个额头这个部分感觉小米4c会简洁很多 设计还算是蛮简洁的 屏幕的一体感也不错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拿出来看一看了 哦第一手的感觉还是很轻的 很轻啊 和小米4那个149还轻了十几克 在我用一加二的这一段时间里 啊用这种轻的手机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啊 那小米4c的这个手感还是相当不错的 加上它后盖的这个材质还算是摸起来 还算是舒服 那我们接下来来先看看配件吧 那这次小米4c的这个说明书和之前不太一样啊 不是像是不是翻页式的设计而是采用了这种嗯那个胶带式的设计吧 那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充电头和这个充电线了充电线这是用了type c的接口 那充电头呢啊由于我们这个焦煤对上啊那我们就简单说一说吧 他只用了呃规格是5伏2啊或者是9伏1.2啊12伏1啊这个三种充电模式啊 那按道理来说小米4c的这个充电速度应该不会是太慢了 那接下来看一看就没有什么东西了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type c的这个数据线 第一眼感觉是远不如一家的那个漂亮啊好最美数据线 名不虚传啊真的这种黑黑色的感觉很土啊很土的感觉啊 不过他这个type c来的还算是刚刚好吧 还有就是他的转接头特便宜啊5块钱一个5块钱一个 那我们现在用了type c的接口来拔插几下 嗯正反随便插啊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好那我们不说那么多其他的那我们撕磨吧 先把磨撕了啊撕磨这个过程其实是呃新手机啊买来新手机最爽的这个过程了 那小米4c呢就是用了一个高通效能808的这个处理器 还有就是索尼索尼IMX258的这个传感器 那我们撕开磨了第一眼看上去小米4的这个屏幕还是非常干净的啊啊 这干净的程度基本上是一去不复返啊 那接下来我们开机啊不是开机吧是开机 嗯那我们第一眼看上去还是蛮美的嘛 那和小米4对起来对比起来两者还算是比较相像的 毕竟是同一系列的嘛 那小米4i的设计看起来是更加简洁一些的 像白色的这个小米4就有点太过于繁琐了 好整体外观设计还算是就就是就是这样了 那我们就等着它开机起来吧 哦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镜头没有突出 还有一点就是在它的外放这边有一个突出的小点 能够让它嗯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吧 让声音更好的放出来 就像这样我们把它放在桌面上的时候呢 它声音对于声音的这个扬声这个效果可能有一些些的帮助吧 那我们开机以后呢 它第一眼看上去它还是米Y6的这个版本 还没有升级到米Y7 那米Y7按道理应该是要直接搭载才对的呀 那像一些嗯那个黑科技就是边缘出口嘛 就是需要用到米Y7上面才可以实现 呃第一眼看上去呢 感觉屏幕的边框好宽啊 下巴蛮窄的和小米4对比起来 好像更加明显一点 正面面板这个还是感觉边框好宽 可以跑马的感觉啊 那还有一点就是嗯 可能现在看不太到 就是它这个呼吸端的这个设计 更加的漂亮了 是现在变成了一个小圆点 颜色更加的均匀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卡针吧 卡针和卡托 这个问题呢 在魅兰呃魅兰note和魅兰note2上问题还算是比较严重的 因为它的那个卡托其实有点松动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小米4C的这个卡托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 好我们先插进去的啊 对对对 哦哎呃这个这个卡托设计的还蛮不错啊 他蛮贴心的有一个大大的一和二啊 不过用的都是中卡啊 哎为什么不用小卡呢 呃用中卡不是很浪费空间吗 用小卡不是更好吗 可能跟他用的是双四季可能有些关系吧 那整体卡针的这个做工呢还是相当不错的 也没有出现类似松动的情况 好那我们简单的呃看一看哦再打开一下相机啊 据说这次相机用了这个pdf的相位对焦啊 哎那我也感觉这个对焦也没有快到哪里去啊 和iphone6那是差上一大截了 嗯的确是没有快多少啊 看来这个相位对焦的亲缘机还是有点扯啊 那整体的这个相机的感低 第一个感觉还是感觉蛮一般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一般般吧 那边缘触控这个功能呢 是要到米歪7了 现在的米歪6还是没有的 好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今天这款小米4c 第一个感觉呢就是他的呃手感挺好的 非常轻薄就很适合单手操作 第二点呢就是他这个屏幕啊 感觉边框很宽啊 而且经过观察发现他屏幕还是有点 露光的还是有点严重的 第三个呢就是他这个type c的接口啊 type c的接口还算是蛮方蛮方便的 那这以上三点呢就是我 使简单开箱的一个感受 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开箱上的全部内容了 更多内容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我的这个b站账号 我们下次再见